歌曲獲得今年的最佳明瞭歌曲獎 這一步上來真的好多的朋友跟家人在支持 對不對 剛才特別跟家人喊話 這也是一種快樂的分享是不是 OK 今天終結 其實今年入圍的是單曲 然後專輯其實是明年的 然後《逛秀人生》第一首科語創作 那一開始很單純的 想要記錄我跟阿公之間的對話 因為他要過世了 然後以前他對我撈到的話聽得很煩 然後等到還有這個時間都聽不到 所以我覺得我想要好好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阿公的這一份祝福 化作了普通的力量 給你在歌樂的創作當中 所以繼續在籌備的歌曲的話 會有普通的歌曲的回答嗎 還是要是客有的創作呢 先接待一下 先以客語為目標 然後想要把這個留言好好寫下去 是 單曲得獎的專輯 他的一個進展到底多少 專輯零防潛 但是是在今年的7月28號 所以現在串條上到今年的島 要10題專輯可以購買 是 那也是說接下來的一些分享給你 也有可能再次的看到你的名字出現囉 希望沒有機會 是不是 加油 然後好 就像剛才說的 等一下 唱得那麼好聽 繼續的 繼續的 恭喜恭喜你 在今年獲得了明陽歌曲感受獎 謝謝你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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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